原警鹤枪实弹攻破民宅大门 里头摆满十多台电脑主机萤幕 全都是诈骗集团用来犯案的工具 警方搜索两处诈骗集团机房 扣押手机监视器电脑主机等证物 并当场逮捕林贤等9人 出估近半年来不法获利超过600万元 发现都男生 他是以美丽的贴图的方式 在IG、FV上社群媒体来随机找寻被害人 先来搭上聊天 游说起参加投资的行为 在里面介绍分析师 说明他投资玻璃的情况 以后被害人投注注册来入金 分析师一开始会让他获得些微的利润之后 在营与其被害人投注更多的金额 等到被害人支付庞大金额之后 最后他还会再以出金需要手续配保证金 的方式 让被害人继续投注资金 最后这些被害人的亏助把这样 结论都是无法出金 变成无法提出 夸张的是诈骗机房成员 还吸收台北车站附近越南籍陶仪移工当化物员 将诈骗话术翻译成越南文 诈骗远在越南的同胞 他利用地利之变来吸收 常立在台北火车站附近的陶医外劳 目前超过是以越南籍为主 担任诈骗机房的化物员 将相关诈骗所需要的文件资料 改变成越南文 透过Zero的通讯软体 向在越南地区的民众进行诈骗 警方呼吁国人使用网路交友社群软体 务必谨慎小心 盛防网路上小额投资及获利 在家赚钱等投资广告标语 以免遭受诈骗 记者林习惠台北报道